哈利利亚 愿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题目是活泼的盼望 我们要讲讲有关于盼望的问题 我们最近在读彼得前书 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宝贵 我们请打开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的第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 我们今天晚上就以活泼的盼望 做一个主题 首先我们要确定 这是人活在世上需要有希望 你没有希望的话 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因为希望就是这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原动力 像我们为什么要种东西 我们种东西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收成 为什么我们做生意 就是希望有一天会赚钱 为什么有一天我们要养孩子 我们希望他有一天长大了不再需要你养了 如果你没有希望 你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 所以希望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事情的那种动力 甚至有人说了 每一个人需要三样事情 要我们可以快乐 第一就是我们要有人可以爱 第二我们要有事情可以做 再来我们要有一些事情要我们有所希望 这好像工作的人很辛苦 他们等待有一天我退休了 不用工作了多好 坐在家里都有钱啊 这个就是一种希望 那这个世界有很多希望 那没有希望的人可能会去自杀 所以我们需要有希望才可以活下去 但是世界的希望常常会幻灭 我们要讲讲世界的希望跟基督里面活泼的盼望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种希望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讲讲世界的希望 为什么会容易要我们失望 容易要我们幻灭 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的希望 是建立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 如果可以改变 那你就可能会失望 首先我们看看 世界的人会把希望放在什么事情上 有人把希望放在钱财上面 请看真言二十三章 23章四到五节 真言二十三章第四节 第五节 这里真言告诉我们 不要劳碌追求财富 这里好像跟我们世界的人的说法完全相反 世界的人就是要用一生的努力去累积财富 头脑越好赚钱越容易 那为什么圣经说 不要用你的人生的目标放在追求财富上面 这五节就说了 因为你眼睛放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这里形容钱财就是虚无的 什么叫虚无 就是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是人把它发明出来的 其实所谓的金钱只是一种教义的平台 是政府把它发行出来的 人把它发明出来的 也是人给它这个价值 比如说加币 加拿大政府发行出来的 加拿大政府保证的 但是如果这个政府不存在了 你拿加币就没有用 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都是很有限 同样的股票资本市场 所有的这种投资的工具也一样 这里说钱财会涨翅膀 好像阴阳向天飞去 你看过一飞鹰吗 他在天上飞得很高 他很难得来到地上 除非他抓他的猎物 但是他一拿到他就飞上去了 你追得到他吗 你看得见他追不到 因为他来得快 去得也快 钱就是这样 最近一年的这个疫情 创造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明明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失去工作 但是有更多的人 他们的财富增加了 还有政府一直在印钞票 弄到这个资本市场 股市全球的股市都大涨 很多年轻人不去好好工作了 整天在手机上面 再来做这个交易 很多以前不买股票了 现在学员人家炒股票了 觉得赚钱太容易了 按几个按钮等几天就涨 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工作 这个人都受到这些的诱惑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圣经的话几千年是不会改变的 没有错 钱可能来得快 但是你把希望放在钱身上 有一天这个钱会消失 会飞走 如果你钱包掉了 顶多掉几百块 你不会失去太多钱 但是如果你去炒股票 学员人家这种投机 这种事情 你可能会损失很多钱 要在这些投资上面赚钱 非常不容易 当然有一次 很长远的 很稳健的 可能还会赚到一些钱 但是有个投机 炒卖的 一定会输钱 那有人说 有炒过股票的人都知道 哎呀 有时候输过很多钱 最近有一个 大家猜猜看 一个人历史上面 可以在股票上面 在这些资本市场上面 损失最多的 记录是多少 你们知道吗 你一定猜不到 但是最近有人打破了这个记录 但是最近有人打破了这个记录 他自己数啊 两百亿美金 所以你能 count the number the amount of zeros of two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不是两百万美金 是两百亿美金 他最有钱的时候 他所有的这些股票 这些资产 只两百亿美金 但是呢 也在三天之内 全部输光了 如果你要追财经的新闻的话 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不单止是他 其实很多人呢 在追随这个世界的财富的时候 都很失望 尤其是你越想要得到更多 越想要更快得到更多 结果到最后 你就是一场空 有一些人呢 还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可能会去自杀 其实也没有必要 钱财是生外物 但是人把希望放在钱上面 没有了钱就会绝望 一辈子的秩序 一辈子的劳力都没有了 那他就觉得很绝望 所以在财务经济危机的时候 自杀的人非常多 现在呢 全球的这个股票市场啊 地产啊 都非常的仓旺 很多人呢 发的打了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东西没有是永恒的 有一天这些泡沫都爆破的时候 很多人的希望都会幻灭 所以看来 把希望放在钱财上面的人 没有太多的滋味 第二种人 有人说 那我不追权 我追我的身体的健康 他说健康就是财富 我要健健康 活很久 我要活一百岁 好 就算给你活一百岁 但是圣经怎么讲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 凡有血气的 都好像野地的草 他的美容 都像草上的花 生活在温哥华很有福气 因为温哥华很多花 过去几个礼拜 樱花盛开 看很多弟兄姐妹 都去拍 去招 然后上网 因为太美了 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 比得上这里 因为今年那个花开了比较早 实在太美了 还有不单只是樱花 还有郁金香 玫瑰 什么都在开 但是圣经说 凡有血气的 这好像草 也像花 有血气的就是你跟我 我们的身体 年轻的时候 像一朵花 有些女生 年轻的女生 都漂亮的 大部分 但是老了 花都凋谢了 我们去买花的时候 那个含苹的花最贵 还可以开一个礼拜 盛开的花 就要打折才不一定有人会买 因为盛开的花 代表它要走下坡了 要丢血了 人也是一样 当你长得最漂亮 身体最健康的时候 这也是代表你很快就走下坡了 当然每个人身体走下坡的时间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三十岁之后 身体的机能就走下坡了 照常这个樱花 看得最漂亮的时候 就准备要掉下来 过几天又下雨又刮风 全部掉到地上 前几天还被人家欣赏 抬头看 过几天都踩在地上被人家踩 你看人不是这样吗 健康的时候 身体好的时候 人生在高峰的时候 人家羡慕你 尊敬你 你老了 长得不好看了 你退休了 从那个位置下来了 没人理你了 你还回去以前的公司 人家说你来这边干什么 年轻的时候明星很漂亮 老了 不能跟年轻的比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人的照片 从年轻的时候比 跟老的时候 真的是差太远了 你怎么样保养 都不可能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偶尔你都会听到人家赞美你 哎呀 你很年轻啊 你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你虽然知道他在骗你 但是你还是蛮高兴 怎么可能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因为人就是退化 老化 到最后就死亡 有人说 那我希望在我的下一代 下一代的话 也不一定会让你非常有希望 我们看四篇 十七篇 诗篇十七篇的十四节 诗篇十七篇的第十四节 这里说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子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度福 他们应有儿女就信满一主 让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有一些人呢 他的希望啊 就是牺牲自己成全下一代 为了下一代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的健康 我可以不吃 我孩子一定要吃 我可以不睡觉 我孩子要睡觉 甚至有一些为了下一代呢 牺牲了婚姻 两公婆长期分开 就是为了所谓的孩子 要在这边读书读好一点 尤其是东方人 特别喜欢牺牲自己成全下一代 还有了目标就是把钱留给下一代 当然了 如果孩子养大了 那很孝顺你 那照顾你的老 养老 那让你很安慰 那也是有一种希望 但是现在啊 这一套已经不太能用了 以前的人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防止你的老 或者是保护你 现在的人 养儿啃老 这是孩子要吃你 以前 养老人家 把钱给你 现在的 他自己不去工作 还要让老爸老爸的钱给他吃 有一些父母很烦啊 孩子长大的 怎么还在拉在我身边 不去工作 还问我拿钱 养儿要这个 要那个 住在家里 也不贡献什么 养儿啃老 很多老人家很惨 当然了 如果他家财很多 让他啃一下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一些人 还不孝顺 啃了之后 还不孝顺 对父母态度不好 把父母财产拿到了 把父母的房子拿到了 反过来 态度很差 找到去老人院 不要在那边 左手左脚 挡着我 把父母榨干了 哎呀 不想看到你 拿到钱之后 整个三百六十 一百八十都 就不一样 很多老人家 想哭都没眼泪 所以我们也看太多了 外面也一样 教会有时候也有 所以老人家要聪明一点 没有死 没有断气 不要那么早分身 你不要希望孩子以后 都有一点怎样 希望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还不如这样子吧 我看这些新闻 有一些更可怜 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 老人家退休了 会领这个退休金 算台湾 如果你是军公教 三种人员 你退休 有一些退休金 以前领到底死的 每个月领多少钱 有一些老人家 他病得很严重了 应该是要把管 不要再拖他生病 不要再让他受苦 但是有一个案例 有一个爸爸 他是退休的老校长 每个月可以领到八万开台并 但是如果他一死了 这个钱就没得领了 其实这个钱是他儿子帮他领的 其实这个钱是他儿子帮他领的 所以孩子发现这样子的 那不能让爸爸死 不能把管 所以如果他儿子帮他 他儿子帮他 不能动 不能讲话 没关系 他一定要继续活着 因为他活着 我每个月领八万块 靠除两万块 老人院的费用 还可以拿六万 管爸爸在上面很痛苦 他说不要把管 整整八年 这是那些护士爆出来的料 不是一个案例 很多这种案例 孩子把父母当提款机 有一些都快死了 但是不行 在带领一个月 心脏停止前 给他打个墙心针 心脏又跳了 多灵一个月都好 你看 留情 记得问很多东西 到这国 谁照样 有一些呢 父母都还没有断气 就吵架了 就争钱了 不要以为豪门 富豪的孩子在争钱 普通人家的孩子 也在争钱 所以你把希望放在儿女身上 那就要好运了 希望好运了 这个年代谁都靠不住 所以什么东西都靠不住 这个世界 就算圣经所说的 转眼成空 我们看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九十篇的第十节 没有错 圣经说 人生的希望 到最后都会有一个字 这是空了 没有了 你靠钱 钱不债 靠人 人会跑 真的 这个世界 靠儿女也靠不住 那靠谁靠得住 没有人靠得住 这个世界 人一生 大概就是七十岁 强壮一点的话 大概可以到八十岁 这是摩西讲的话 距离现在三千五百年 其实基本上人的生命的长度 没有太大的改变 很奇妙 一些没有疫苗 没有抗生素 很多病 但是大家平均也是活到七十 强壮一点可以到八十 但是那个时间 每天在过一天 一天一天漏走 就好像这个沙漏一样 那个沙从上面漏到下面 到最后 漏完了 断气了 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想说退休 好好过日子 但是退休之后身体又差了 或者是很多东西你抓不住 我们 听说我们便如飞而去 你飞走了 不想飞你要飞 世界的盼望就是这样子 飞走了 你也不在 那我们要怎么办 圣经不是叫我们消极 圣经叫我们要把真正的盼望 不是叫我们 要把真正的希望盼望 放在神身上 圣案诗篇的三十九篇 三十九篇的第七节 世人有智慧 大卫他知道 这个世界谁都靠不住 连他自己当了王 他的国家 他的财富 他也没有把希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 他把他的盼望放在谁身上 他说我把指望在乎你 就是耶和华真神的上面 他不会因为拥有财富 健康 江山 他就会觉得很有希望 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 一切都会过去了 谁不会过去 只有神不会过去 所以我把我的希望放在神身上 在旧约里面其实有隐藏着这个盼望 我们看诗篇的十七篇十五节 十七篇十五节 刚刚我们读十七篇第十四节的时候 是讲世人的盼望 但是那会消灭的 尤其是当你死那一天 什么都带不走 有时候不用等 等到你真的是损失之后财产 你知道断气 你东西就不是你的了 你断气那一天 钱不是你的了 房子不是你的 妻子也不是你的 儿子也不是你的 没有办法跟你走 好了 但是诗人在第十五节里面 有另外一个盼望 他也没有在乎他的孩子 以后有多少钱 帮他们存钱 买房子 那些 他想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 很多人很在乎下一代 他的学业 或者是他赚的钱多不多 但是人应该要 关注的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你一百活一百岁 如果没有办法 以后见到神 活一百岁也没有用 但是诗人说 至于我 我有另外一个盼望 我要在意中 见你的面 既然我醒过来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心满意足了 他知道有一天他要死 死早上 在主里面睡觉一样 如果你有信仰 如果你有认识神 你这个世界 无论你是七十年 八十年 或者是早一点 在神眼中 你就是睡了觉一样 有一天神要把你叫醒 主耶稣再来 要审判 要让我们复活 把你叫醒了 你一叫醒 你一醒过来 看到是谁 你是看到主的形象 看到主耶稣 你就会很心满意 有时候你醒过来 如果你眼睛 睁开第一眼 看到你心爱的人 你心满意 你不会说 我醒了第一眼 就看到我多少钱在银行 如果你拥有全世界 但是你很孤单 你也不快乐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 主要说把你叫醒了 你看到主的面 这个是多大的喜乐 多大的恩典 你会看到 这旧约已经隐藏了这个盼望 都没有事都没有把它讲得很具体 但是我们再来看 约伯基十九章 更早的有另外一个预言 十九章 二十五节 这里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在地上 我的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身之外 得见神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预言 月博圣灵感动他 写下来这个预言 虽然神是在天上 但他知道末了 这是世界的末了 他要站在地上 我这个皮肉身体灭绝了之后 我在肉体之外 得见神 这个是很宝贵的盼望 原来在远远的旧约的圣徒们 远远的被圣灵感动 已经看到一个形象 就是讲到复活 建主的这个最大的盼望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具体要怎么样来实现 但是后来主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钉十字架 三天之后复活 胜过了死亡 就给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看彼得前书的一章的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的第三节 再读一次一章第三节 既然世界的希望靠不住 我们讲讲属灵的基督里面的盼望 盼望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主耶稣 祂自己的大怜悯 如果不是祂的怜悯 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盼望的 我们是罪人 你想想看 一个犯了重罪的人 他能够去哪里 就是在监牢里面过一辈子 我们知道 这个无奇徒刑 或者是在终身的监禁 等于说这个人永远在监牢出不来 其他的人是有刑期的 无论是五年十年二十年 都有一个盼望可以出来 但是呢 有一些人是永远出不来的 那这个很可怜的 好 你想想看 永远出不来 死的就不会再被关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灌在里面 就死不了 不是更惨 如果这个灌在里面 受苦是永远的 不会解脱的 那不是更惨 地狱的刑法 就是这种永远无期徒刑 再加上无限的痛苦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 我们都想都不敢想 下地狱是怎么样 教会里面有一些人 小部分人有看过地狱的异象 吓得要死 看完异象都警告 弟兄姐妹 千万以后不要下地狱 不要违背神 其实圣经里面都要讲了 很多人不是很在意 神给我们这条出路 祂自己的大怜悯 我们看提多书三章五节 提多三章五节 提多书三章五节 这里说主怎么救我们呢 这里又强调了 这是照着祂的怜悯 如果主耶稣没怜悯 我们这便不能得救 因为祂怜悯 我们才可以接受重生的血 因为祂的怜悯 我们才可以领受圣灵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感谢神 有这个盼望 这个神的怜悯 好了 那怎么样来给我们这个盼望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 自己从死里复活 这个是很奇妙的道理 全世界所有宗教里面 只有基督教讲 主耶稣基督神成为肉身 用复活来得胜死亡 我们看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 大部分的人都很怕死 大家怕不怕死 我们当然怕死 那我不敢出门 不敢做危险的事情 就是怕死 不想死 我们怕生病 就是怕死 最近这个肺炎 那么严重 那么多人 每天全世界 那么多人死 因为死的力量太大了 没有人可以逃脱 你不是这样死 这是那样死 不是早死 这是晚死 大家都要死 因为罪控制的事情 罪的公价就是死 好了 那主耶稣怎么救我们 脱离这个死权呢 主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他自己本身 要先得胜死 如果他没有办法得胜死 我们以后也不能得胜死 好了 那他再怎么得胜 亲自来到世上 成为血肉之体 像你跟我一样 同一个人 同一种人 进到死亡里面 他被钉死了 第三天 他复活了 他连死亡的全柄 都可以胜过 这个是太勇敢了 主耶稣太勇敢了 为了救我们 也太辛苦了 他要进到魔鬼的前世里面 然后就败坏他的前世 你不进去 你没有办法打败他 他要进去死里面 很苦了 太苦了 也最苦了不是死 这是那个过程 你能看到 那个折磨 最后真的是被钉死 一般人 你死了就永远就死了 不会再活起来 他主耶稣是神 他里面的力量 比死亡更大 死了第三天 基本上来说 身体都臭掉了 身体的所有器官的功能都没有了 血也流干了 差不多了 他全身都被那些纱布包起来了 放在坟墓里面 坟墓门口还有一块大石头 几吨重的 你没有几个人都推不出来 推不走 还有你在外面 几个人推得动 你在里面 是没有办法推出去 那是用滚的 用圆形的 你在里面你怎么推 那个纱布抱着你 你怎么把它睁开 那主就是不一样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他要胜过死权 就胜过死权 就那么简单 他本来可以钉死了 马上要活过来 但是这样听起来太容易 他等第三天 他才活起来 安息日 大家不要动 过了安息日之后 七月的第一天 他复活了 你想想这个力量有多大 你冰箱里面抽掉的肉 都要丢掉了 没有用啊 你说那个抽掉的肉 会变成一个活的动物 How can you say that I meet that is rotten is rotten become a living being 不可能的吗 it's impossible 只有神可能 神本身是给生命的 because God he gives life 这个是太奇妙 this is such miraculous thing 我们看 我们看哥林多前说 15章 每一次我 在读 在思考的时候 真的深深被这个神的 他能感动 Each time when I reflect on this verse I am moved by the God's great power 15章53点 Chapter 15 Verses 53 哥林多前说 15章53点 1 Corinthians 15 Verses 53 For this corruptible must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at this mortal must put on immortality 第五十四节 54 So when this corruptible has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at this mortal has put on immortality Then shall be brought to pass the saving word that is written 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the victory 我们知道 我们平常都要穿衣服 We know that We put on clothings 你身体在怎么样 你穿上一个 不一样的衣服 你的外貌就不一样 And when you put on different kind of clothings You will appear differently 我们以前是穿的 这个旧的身体 这个叫朽坏的衣服 我们这个身体 一天一天老化 一天一天毁坏 好 有一天我们断气了 这个旧衣服就朽坏了 但是当主耶稣来复活 叫我们复活 末次的号筒吹响 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 就穿上那个不朽坏的灵体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都是灵体 不是那个老的 不是那个不好看的身体 是非常荣耀的身体 最后一节这里说 那时经商所记得 死被得胜 死被吞灭掉了 这个字用得太好 被吞灭了 什么叫吞 大的才有办法吞小的 比如说大鲸鱼 可以吞 所有的其他比较小的东西 那小的小鱼 不能吞鲸鱼 你看你这里钓鱼 钓到一条几米大的鱼 你觉得好大 但是在鲸鱼 跟鲸鱼比起来 那个芝麻那么小 魔鬼的力量好像很大 他可以用罪来控制你 他可以让你怕死 因为犯了罪 我们的身体 也是要进坟墓 也是要熟患 但是你不用担心 是暂时的 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只要等待 那个末次的号筒吹响 这个号筒一吹响 所有主义书的人 都要起来 这个时候的死亡 就被得胜 被谁贪命 被生命吞灭 主义书的生命吞灭 死在主义书面前 在基督面前 完全没有前柄 所以当时 彼得勉励这些信徒 没有错 你的生活很苦 你信主很难 又有罪恶的事态 又有政府的逼迫 信主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但是彼得告诉我们 你有活泼的盼望你知道吗 你不是绝望的人 如果你的希望在世界上面 你就比世界的人更可怜 真的 这句话我们要常常想 如果我们今天信了主 我们的希望只在世上 我们真的是比众人更可怜 很多弟兄姐妹 只是求世界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需要世界的东西 他说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彼得长老鼓励我们 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 你这个活泼的盼望还在吗 如果你有着信心 这个盼望还在 盼望的来源就是信心 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 彼得前书一章第五节 因为信心 我们得神的能力保守 你不会以为靠自己可以保守什么 不是神保守 我们这条路走不完 但是只要有神保守 我们走得晚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很重要 我们看第八节 一章第八节 一章第八跟九节 第九节告诉我们 这个信心很重要 这个信心的国效 这是灵魂的救恩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盼望 不是因为你看过 不是因为你看见过天国 我们没有看见过天国 不是我们相信有天国 没有看过耶稣 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相信的国效 就是到最后 让你得到救恩 有一些人就这样讲 你相信就有 不相信就没有 你心诚则灵 你心里很诚实 相信你就会很灵验 就会体验到 这句话对于一半不对 你信就有 当然信就有 但是你不信就没有 你很多东西看不见 你不相信 但是它还是存在 所以你不相信神 这神还是存在 存在的东西 不会因为你不信 它就不存在 但是因为你不信 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神 所以你就觉得它不存在 所以这里说 信心的国效 是灵魂的救恩 但是你要先拿出信心来 体验神 拿出信心来 才能够体验 你看第八节 看我们这里是他们 当时的信徒 虽然看不见主 但是已经爱主了 很奇妙 我们人要对别人发生爱情 都要先看过那个人 先认识 才有办法 你会爱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吗 对物质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没有看过他 你怎么爱他 他信仰上都不一样 你没有看过神 因为神是个灵 你看不见 但是透过信心 你体验过他 你体验他 你就更爱他 你了解他对你的爱 你就更爱他 所以就有因着信 这就很宝贵 因着信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这种喜乐是说不出来的 有人问你 为什么那么喜乐 是小咪咪的 是不是中了乐透 没有啊 为什么搬打房子吗 是不是搬了大房子 说那么开心 没有啊 为什么那么开心 我每天很喜乐 有主耶稣 感觉到主耶稣 有我的同财 刚刚那个对话 就是有一个信徒 被他的 刚亲主的一个信徒 被他的朋友问 那他的朋友觉得 他最近好像特别开心 不想到什么原因 问他有什么好事的发生 他说我信了主 我现在有喜乐 又盼望 对 这个就是因着信 满有荣光 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所以这个就是活泼的盼望 主耶稣不会让你失望 世界一直会让我们失望 神不让我们失望 我们唱诗两ный六首 Lessing in 206 本节快 Meer经济 小诊